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元庚 我是一位越野三項的職業選手 因為不斷的要訓練 對自己的器材其實很要求 近年來不管是公路車 或是越野車我們都習慣使用 無內胎作為輪胎的系統 它除了少了內胎層 在路感上更好 表現更佳之外 當你被刺到洞的時候 裡面的補胎液也可以瞬間的噴出 把這小洞補起來 但大家可能就會想說 萬一我刺到的是比較大的洞 補胎液沒有辦法補起來的狀況 我可以怎麼做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和大家分享 無內胎遇到爆胎的處理方式 最簡單的方式 當然是直接塞進一條內胎 打氣之後開始吸塵 可是這樣的處理方式 回家之後你可能還是得 把外胎拆掉 重新的去整理破洞的地方 灌補胎液 種種的手續會比較麻煩 所以通常我在我的隨身工具 當中會準備像是 Tuby 18這樣子的小工具 那它裡面包含了補胎條 和無內胎補胎工具 當我在遇到爆胎問題的時候 就可以利用補胎條 去維修我的無內胎 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你可以利用它的固定工具 插上補胎條之後 刺進原本的破洞當中 當你拔出來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抽的太快 可能會把整條補胎條 又再次拉出 注意一下拉起的速度 那當你破洞補起來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 激量的流失 可以利用隨身的CO2氣瓶 再把外胎打飽 這樣我們就可以上路了 那使用這樣子的補胎方式的好處 就是你回家之後 不需要再把整個輪胎拆下來 只要針對這個補胎條 做一些修剪 避免它在騎乘的時候被拉掉 就可以正常的騎乘 以上就是我們分享 無內胎補胎的一些小小的技巧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